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什么呢 2022年的卷王们 好稍微喝口水啊 大家可以先来聊一下什么叫做内卷 看大家有没有人能够用一句话把它解释清楚 我讲这个话题呢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坑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可能是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的一些中年人 那么这些人呢 我相信你们现在可能都遇到了一些职业上的困境 很可能你现在正在想 我现在又找不到好的工作 我现在呢需要干嘛 需要做一笔投资 有这个投资呢来养活这个家 来能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那么现在我就告诉你 哪些行业你不能去碰 因为这些行业已经是内卷之王了 你再去碰死路一条 好你说我现在不想做生意 那现在呢我再说一下 你有没有你的亲戚或者你自己的孩子 正在上完高中准备考大学 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一定会选一个专业 在选专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未来几年我们不能说看远了 咱们看十年之后不现实 咱们就说未来的两三年 哪些行业你千万不能去碰 因为一碰就代表着你的孩子一定是摩擦就业 灵活就业的那一部分人 听懂了吗 所以这个经济的东西呢 我觉得非常有用 对于大家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话题 感不感兴趣 感兴趣了打个一 如果你说你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我看到有同学也说 我想去做一个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个一碰破不乱堪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给大家讲一下 2022年也就今年 一些卷王们 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 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 在前段时间有一个团队叫财经11人 他们团队呢 在上个星期做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分析 这个上市公司的分析呢 他们的题目就叫2022年 2022年 这个就是这个 等一下 这个是我们待会再来讲 这个财经11人 就是2022年的十大类卷行业 十大类卷行业 我呢就抛砖引玉 用这个财经11人的十大类卷行业 来给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现在中国非常类卷的一些行业 这些行业 大家记住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行业 我会把它的原因给大家讲清楚 我会把这个行业 你为什么不能碰 我们一定要讲清楚 好 这里头我们先来说一下 什么叫做类卷 因为很多人说 类卷是啥玩意 你可能就是大致听到一个意思 就是完全不懂 类卷这个含义 我先问一下 有没有同学知道 用一句话能够解释 类卷是个什么东西 我先问一下 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属于什么 属于一些知识类的科普 先问一下什么是类卷 内部竞争 业内竞争 压榨利润 抢数量 这个好 我们先说一个类卷 什么是类卷呢 就是向外的发展受限 就是说一家公司 一家公司 它向外进行发展 它受限了 它只能向内部进行发展 在进行内部发展的时候 大家都在进行内部的发展 那么在进行内部 在发展的时候 它只能争夺有限的资源 如果大家都在争夺有限的资源 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会造成内部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这个局面就叫类卷 我说完了 估计一堆人懵逼 你在说啥 打个比方 大家看过笑江湖没有 大家看过金庸小说的笑江湖没有 这个笑江湖里面有一段 就是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清晨派的掌门们 于沧海 寄予这个林家的七十二路辟邪剑谱 然后他出手将把整个辟邪剑谱的 这一家林平之这一家人全部灭门了 然后意图要抢到辟邪剑谱 林平之最后家破人亡 然后他家里所有人 包括他的父母也是受尽了折磨 好 那么这里我们先挺一下 我们假设一下 如果林平之 如果林平之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为了避免江湖追杀 他把这个辟邪剑谱啊 他复印出了几万份 然后呢 每份以二两银子的这个价格 在江湖上可以进行变卖 然后大家知道最后是什么结果吗 大家知道 这个后面是什么结果吗 如果林平之把辟邪剑谱 拿到市场上去卖 大家知道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吗 好 我告诉大家在如果林平之把这一个辟邪剑谱放到这个江湖上面去卖 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泪卷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结论 如果大家不练 别人练了 就可以秒杀你 这个我相信大家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好 如果自己练了 不光要挥刀至宫 这个大家知道 练辟邪剑谱 一定要首先挥刀 欲练神功 必先至宫 大家听说过这个吧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李廉杰版的一个笑江湖 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练了那个辟邪剑谱的那个 叫任我行 任我行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就是林青霞所演的 东方不半是林青霞所演的 那个东方不半真的是演得太棒了 所以来说呢 为什么他是用林青霞来演呢 因为这个人已经是 不拦不履的一个人了 所以来说呢 所以在这里说一下 如果这个大家练了 必先辩谱 不光要挥刀至宫 练完以后呢 也就那么回事 因为大家都练了 所以你也不见得比别人有多高 这个呢 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命湖冲 小江湖里面的内卷 同学们听懂了吗 同学们听懂了吗 这是第一个 我先用第一个例子 用金庸的小说 给大家先开个头 好 再来讲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村子 开了一个包子店 开了一个包子店 然后呢 一开始呢 他是卖两块钱一个 两块钱一个 然后这个村子 然后这个村子 在没有增加新的村民的情况下 突然又来了一家包子店 这家包子店叫B 这家包子店呢 为了竞争生意 他把价格压到了一块五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A的这个包子店呢 他为了跟这一家竞争生意 他也把价格降到了一块五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成为了一个平衡 这个时候又来了一家包子店 这家包子店呢 为了跟前面两家竞争生意 他之前他就把这个包子店 降价到一块钱 那么你想一下 前面两家他会怎么办 前面两家他会怎么办 他会不会跟着叫做被动进行降价 也降到了一块钱 对 恶性竞争就是泪卷的一种表现 挺好的 老百姓喜闻乐见 你这个话说的 你只是站在了消费者的基础上 但是你要知道有个问题 来说一下 这个叫KID KIND这个问题 我们来先说一下这个同学 你觉得大家觉得 他的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他说 这样降价 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是个好事 我先问一下 你们觉得 这个位同学 这个想法是对的吗 因为我们要注意 我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的同时 我一定要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逻辑 我发现大家逻辑 一般来说 不是特别的连 不是特别的成熟 我可以这样说 你比如说 老师 我现在已经四多岁了 你既然说我的逻辑不成熟 逻辑跟你的连迹没有关系 逻辑跟你的连迹是没有关系的 你要去多思考 那比如说像这位同学 他就说了一个问题 他说 这样挺好 你看包子加了一块钱了 我就是吃包子那个人 我当然希望他能够降了一块钱 好 那么现在我来告诉大家 如果包子店降了一块钱 会导致 不好意思 喝口水 好 这里面我们就说一下 如果这个事情 包子店变成了一块钱 那么它会导致其他的店铺 也会降价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我现在是坐餐馆的 我坐餐馆的呢 我本来一盘鱼香肉丝 是卖15块钱 因为当时包子可以买两块钱 好了 突然现在鱼香肉丝只能买一块钱了 那么鱼香肉丝店呢 只能 他就只能卖7到8块钱 为什么 因为食品的整体价格都在下降 也就是餐馆 他也必须要被动价下降 好了 你想想包子店老板餐馆的老板 他都被动下降了 他进行消费的时候 比如说他要去买一双鞋 他买双鞋 他一开始他本来都是买50块钱的鞋 但是他自己的本身的生意不太好了 所以他现在只能买10块钱的鞋 好 这个鞋店的老板 他原来生意都是50块钱 他可以有45块钱的利润 现在呢 因为这个包子店开始降价 所以导致了餐馆也开始降价 所以导致他的这个鞋店 从50块钱能赚45块钱 到现在只能买10块钱 只能赚5块钱 那么他的消费也跟着下降 他要怎么办呢 他去买衣服 他去买衣服的时候 他也只能买50块钱的衣服 大家听懂了吗 他是一个整个是一个逻辑店条 你别以为包子店下降了 给你没关系 包子店下降了 代表着你的收入也会下降 听懂了没有 我在这里就说的是一个逻辑 完整的逻辑链条 我不在这里跟你说那种 你这说的不对 但是怎么不对 我说不出来 我现在就是告诉你 这是一点完整的链条 你要按照这个完整的链条 把它想下去 你才能成为一个 真正有逻辑思维的一个人 这个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 不要以为包子店降价了 我现在买东西我是变便宜了 但是你要知道包子店降价了 肯定会导致你的工资下降 包子店降价了 肯定会导致 你不管你不是做包子的 没有关系 你就算是卖汽车的 你最后你的工资也会跟着包子店下降 最终也会下降 就是一个道理 这里面我跟他说一下 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就是我在这里再扩展一下 我这里再扩展一下 就是最近广东东莞这边 深圳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工厂倒闭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很多的一些工厂倒闭 大家听说过没有 同学们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 你工厂倒闭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第一我不在深圳 第二我又没做工厂 无所谓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倒闭倒闭吧 让他倒闭 跟我们无关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就只能说明一点 你不具有思考的能力 为什么 我这里再说一下 打个比方 还是一样 这些工厂的人 他在进行 在工厂进行拿工资的时候 他手上有了钱 他有了钱 他要干嘛 他要进行消费 他可能要买一双鞋 他可能要去学习一下 到我们十方教育来学习一下 他可能要去买一辆车 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会对你的收入产生影响 这一点你承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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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能承认这一点 那么现在工厂倒闭了 工人没有工资了 他不会再进行消费了 那么你原来可以有100块钱收入 现在你只有5块钱收入 那么这就是因为工厂倒闭所导致的 你不要以为跟我没有关系 我又不在深圳 你要知道这些人也不是深圳人 他们可能会返乡的 他们返乡的时候 他们手上拿了钱 他们就可以消费 但是深圳这边工厂倒闭了 他已经不可能再找到工作了 那他回到了乡下以后 他也不可能消费 他不可能消费的时候 你这里就没有机会再有机会 再没有机会赚到钱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 我在这里就给大家模拟了一遍 它是怎么样 就是中国的内循环 应该是怎么样产生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同学们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打个一 因为我要确定一下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是听不懂 那基本上 咱们就后面就没法再讲了 咱们不要谈什么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好吗 因为这个话题也比较敏感 咱们就只谈这个 只谈这个内卷的这个问题 好吗 因为别把我们这个直播间给谈没了 好不好 因为这个我能谈是因为 这在新浪里面微博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新浪微博里面本身就有 所以我可以谈一下 你像有些东西 再稍微谈的稍微过一点 咱们都可能要那个你懂的 所以来说呢 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不要 大家共建我们这个聊天环境 不要让我们这个最终 最终搞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 以后让老师都没办法 再给大家进行这个加餐了 好吗 那么这里呢 有些有些话我们就不再发散了 我你们都懂就行了 好吗 你们都懂就行了 我把这个放在旁边 好了 那我们现在继续说这个内卷 内卷的这个呢 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先来谈一下 就是不内卷的那些行业 不内卷那些行业呢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四大不内卷行业 哪些呢 来看一下 这四大不对卷行业 就是四大盈利行业吧 2022年的四大最盈利行业 1234排上 第一个石油开采 我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石油开采 在2022年它是最盈利的行业 因为每一个行业都是有原因的 你千万不要以为老师 这玩意儿跟我有毛关系 我就是在一个农村里面种个地 跟我有什么关系 老师 我又不去银行存钱 我又不搞什么货航运港口 我告诉你 你可能跟你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你可能在做的下一步决定的时候 可能就会跟你有关系了 我后面再慢慢都慢慢来说 好吗 好 来说一下石油开采是最盈利的行业 注意啊 这不是雷卷行业 是最盈利的行业 来说一下什么原因 我咱们一定要知道 它是这些行业 它一定是有原因 才会变成现在2022年的 最盈利的行业的 好像都跟我们不管不沾边 想做都什么 想做都都做不了 呃 人员是底层逻辑 好 这里说一下 先说一下石油开采 石油开采 为什么现在赚的钱最多呢 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 同学们 你们忘记这个事情了吗 俄乌战争的爆发 俄罗斯 俄罗斯不向欧盟提供石油 所以导致现在的汽油涨到了 原油价格 原油价格已经涨到了多少呢 大家知道 涨到了最高的时候 涨到了140美金一桶 140美金一桶 但是我们中国呢 玩了个巧 我们中国呢 从俄罗斯买这个石油的时候呢 是100美金一桶 也就是中间有40美金的这个差额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赚钱了 当然有朋友说 老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连公务员都不是 那么这里我告诉大家 石油这里面 它有很多的一些外向性产业 什么叫外向性产业呢 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玩具 我们做的一些什么 塑料制品 这些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原油的衍生品 朋友们听懂没有 橡胶 塑料 还有玩具 都是原油的衍生品 也就是说什么 现在石油 这个石油价格上涨 会导致这些衍生品 跟着一些上涨 比如说我们出去买一个桶 可能桶就涨了几毛钱 可能不多 但是它确确实实都在涨价 对 化钱衣服 它也是石油的 所以来说 这些东西你觉得跟你没关系 但是你想一下 跟我们日常生活非常有关系 好了 再说第二个 农用化肥 农用化肥再得说一下 就是中国其实从2020年 也就是疫情那一年 其实已经在开始在说一个事情了 中国就是不能那个 就是一些吃播给干掉了 大家都知道吧 吃播就是把一些就是对着屏幕在那里 啪啪啪吃的那些人就干掉了 说他们浪费粮食 大家知道为什么原因吗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吃了兔那也没关系 我先说一下 国家把吃播给干掉 它有两个考虑 第一个考虑是什么呢 它对于这个整个中国的一个风向 不是一个好的风向 因为它会导致浪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准备要准备好 可能后面会有粮食危机的问题了 有粮食危机 也就是缺乏粮食所产生的危机 社会危机问题 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农用复合肥 主要就是种粮食用的 也就是说现在 为什么现在大家 大家还记得吗 前几年是金山银山 不如绿水 绿水什么 绿水长酸吧 是什么 反正我就这个意思 之前叫什么 退田还林 现在什么 退林还根 大家听说 如果你是在农村 你应该知道 我说这个话 你就非常清楚 就是前几年呢 是把农村的那些土地把它扒掉 种树 就叫退田还林 然后呢 现在呢 又把这个林子给扒掉 然后去种土 种田 这个叫什么 这就叫退林还根 大家记得吗 所以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国家可能后面有粮食上的危机 当然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他可能想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防范 这个是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你说前面是我的猜测 是的 后面这一个是绝对有 好 第三个 银行 银行 我觉得这一个里面水分很大 按道理说 我觉得银行应该没有这么高的这个数字 但是他既然都写出来了 我觉得不需要分析 因为银行比较复杂 我因为这里头涉及到 今年的利率的下降 还有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就不再展开了 有机会 我把银行单独的拿出来给大家讲 好吗 因为现在没办法展开啊 一展开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一些 专业的金融话题 好 第四 航运港口 航运港口是干嘛呢 说白了 外贸 同学们 航运港口就是指外贸的意思 也就是说今年的外贸做的非常棒 今年的外贸上半年做的非常棒 好了 这里头我在课前 我跟大家说过一句话 看大家还记得吗 我说的是出口 对 出口就是外贸嘛 那么这里头我稍微说一下 我说 我说今年下半年中国的外贸要垮 为什么要垮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外贸 我 现在没办法展开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中国今年下半年的外贸 很可能会拉跨 很可能会拉跨 我等这个10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 我专门找一天给大家来 把这个 把这个9月份的数据给大家过一遍 大家就明白了 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说出口 那么出口涉及到什么呢 出口就涉及到制造业 就很多人说 老师 你说的这四个玩意 跟我一个都没沾边 我都不坐着的 我告诉你 你肯定坐的 肯定有同学做这个的 你比如说航营港口 航营港口 它是做什么 做的是外贸 那也就是说 在中国最多的外贸产品是什么 衣服 做衣服 做鞋帽 有没有同学是在工厂里面 比如说在一些小桌房里面 自己在做一些成衣 在做一些鞋帽这些产品的 有没有同学 有的话 在这里打个一 在这里打个一 我们来看一下 不是在这里说一下 做鞋帽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我在这里说一下 做鞋帽没有什么丢人的 所以大家不要这个 轻工业 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来说你看 你说没 你说这个行业没关系 你看 你看 至少来说我们这里就有两位同学 他就是做这个鞋 鞋帽和衣服的 所以来说呢 这些东西 我跟大家说 都会有关系 跟你们都会切身有关系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十大选王 好 先看第一名 先看最后一名 好吧 先看最后一名 第十名 园林工程 大家知道什么叫园林工程吗 我先说一下 大家知道什么叫园林工程吗 你的外贸 你的马桶也是做外贸的 对 大家知道什么是做园林工程的吗 我先说一下 这个园林工程的内卷度呢 是45.8% 那么今年上半年呢 这个行业里面 营业收入最高 亏损最多的是哪家公司呢 叫东方园林 有没有同学买过这个股票 来问一下 有没有同学买过这个股票 东方园林 东方园林今天上半年 亏了8.6亿 有同学买过 你看乡筹买过 乡筹就买过 东方园林 看一下 东方园林的月交易 跌成什么样子了 来看一下 月交易 从这个地方直接就 从他最高的你看呀 从最高的 从最高的差不多 26.5 20.65 现在跌到2.04了 看一下啊 从20.065跌到2.04 2.04分 听说过吗 东方园林 这个公司呢 他去年盈利是6.2亿 先说一下 他去年呢 是盈利6.2亿 然后今年呢 是负的 也就亏损了 8.61 恐怖吧 恐怖吧 直接从一个正的 直接打成了负数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就是我们说明了一个 房地产不行了 注意 这个就说明 房地产真不行了 你现在 比如说有同学说 老师我想买一套改善性住房 等等 你先别买 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 他还会继续跌 大家不要以为现在就是底部了 现在还在中途呢 在2021年出现转折点的时候 我当时劝了很多同学 我劝了我的很多的一些朋友 我周围的朋友 当时有一个朋友 买了以后非常后悔 他说早得 早得听你的这个意见就好了 2021年还有一时上涨 从哪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拐点呢 从2021年的8月份 恒大开始爆雷 那个时候是整个房地产的一个拐点 是整个房地产的一个拐点 从去年的8月份到现在 你只要现在买进去的 基本上买房子都是亏的 买房子都是亏的 这个我 我说是真实的吗 我问一下大家 我说的是真实的吗 没错 没错 对吧 所以来说 我给大家的建议都非常中肯 我不能说我让大家能够赚到多少钱 但是我至少能够让大家怎么样 避掉一些坑 咱们从一些这种分析 咱们从一些分析 内卷的行业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现在的房地产还没有起跌直稳 大家注意 我用的一道词 在股票里面叫做 起跌直稳 没有到起跌直稳的时候 你进去 你就不要想着抄底 很多人说 老师 我抄到底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在半三腰 你抄底还远着呢 好吧 所以来说 这个事情 我先跟大家说清楚 五万块钱就能买楼房 我要去东北干嘛 我不去东北 太冷了 受不了 好 第二名 农产品加工 农产品加工是干嘛的 这里先问一下农产品加工 农产品加工的这个卷的程度呢 是百分之四十八 百分之四十八 这里头我再说一下前两名公司是哪两家公司 我说一下你们肯定知道 第一名是金龙鱼 有没有人吃过金龙鱼的 有没有人吃过金龙鱼 经常我们有个什么 金龙鱼调和花生油 这家公司 看到没有 从今年的上半年 七十五块钱的这个价格 现在已经跌到了快四十块钱 快四十块钱 这是金龙鱼股票 还有第二家公司 中粮科技 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比较多 比如说买了大米 基本上都要从中粮科技来进行那个 那么这里头我说一下 就是这两家公司呢 他去年 他去 这一家 这两家公司 他的利润总和 今年上半年啊 他今年上半年 利润总和不到三十个亿 不到三十个亿 也就是说明什么呢 中国十四亿人 我们就说中国十四亿人 他们两家公司 从中国十四亿人的口袋里面 顶多就每个人赚了两块钱 两块五 两块到两块五 你说他有多卷 你说他有多卷 十四 因为你吃粮 你肯定要吃啊 你敢说你从来不吃粮食吗 你敢说你从来不吃油吗 肯定要吃的 所以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金融鱼和中粮科技的 什么都是他的消费者 但是就是全国都是他的消费者的这个基础上 他还亏他还只能有三十亿的盈利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金融鱼不是外企吗 金融鱼是外企 金融鱼是外企 我们不用管他是不是外企 我们不用去管他是不是外企 这个问题我们不用去考虑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龙头企业 我们就是考虑龙头企业 光伏 光伏没有进入内卷的 光伏没有进入内卷的 光伏锂电池最近都还不错 光伏锂电池 然后汽车整车都还行 所以来说你是想让我来聊股票吗 这位同学 你是想让我来聊股票吗 我要聊股票也可以 但是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几个人愿意听股票的 我这里是介绍经济 经济和股票还不是完全不是完全一码事 所以来说我这里只是聊经济 没有聊股票 聊股票我要聊这个市场 要聊北上资金 要聊这个龙虎榜 要聊这个K线 那讲的东西又多了 所以来说 这个你看还是有同学 董家 董家豪 他说别聊股票 你看 所以来说呢 还是不说了 好吧 好 第八名 倒数第八名 汽车和客车的 这里稍微说一下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龙用复合肥 它是盈利的 盈利排第二的 而现在这个什么 而现在这个行业叫什么 叫农产品加工 它是内卷度达到48%的 我先问一下大家 从这个里面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咱们不能只看到表面 对不对 咱们要看到它里面的本质 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 你看我前面 农用复合肥 它是最盈利的行业 对吧 农用复合肥 是最盈利的行业 怎么到这里 这个农产品加工 反而成了内卷 内卷王 这位同学说的有道理 说的有道理 哪位同学说的 这位同学叫追寻 我可以告诉大家 说明了一件事情 吃大米 吃面粉的人变多了 吃肉的人变少了 在这里说一下 吃肉的人变少了 大家有同学说 老师难道这些人 不消费吗 不吃饭吗 那么这里说一下 就是这里面有一些 就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的消费在降级 大家的消费在降级 中国不是中国政府 一直希望什么 消费升级 所谓消费升级什么 意思要打个比方 本来你这一产饭 你本来就是什么 你本来就吃碗面条 五块钱就够用了 然后呢 消费升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不要吃面条了 吃面条有什么好吃的呢 你这样搞个牛排 三十块钱 你就吃一餐牛排 你看从五块钱 一下子上涨了三十块钱 中间就有二十五块钱的利润 那么这个地方就叫消费升级 国家一直希望中国的那百姓 把口袋里钱拿出来消费 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说过 你要不消费 就说明你不爱国 听说过没有 同学们 听说过没有 去年的一个经济学家 是个女的 他在上海 他说你如果不拿出来消费 你就不爱国 爱国的老百姓 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钱拿出来消费 大家听说过这个没有 我就不说他名字了 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非常出名的一个经济学家 所以来说呢 这就说明什么 就是老百姓是这个不是老 不是国际 不是老百姓不想消费 是真的没钱消费 谁不想餐餐吃肉呢 对吧 但是你要说没钱消费 那怎么办呢 那我只能从五块钱降价到四块钱 吃泡面了 所以现在反而没有消费升级 反而在消费降级 所以问题来了 你现在想去开一个 就是开一个店面 专门做个早餐 你千万不要去做 我告诉你 你一进去死路一条 你看见没有 跟你有关系了吧 你看别人金融鱼 中粮科技都做的不行 你难道比金融鱼 和中粮科技做的好吗 我问你 你有没有能力 比金融鱼 和中粮科技做的好 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你就不要参与到这个里面去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这个东西 你看 你说这些东西跟我们老百姓有没有关系 我再问一遍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你讲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些事情跟我们都有关系 其实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消夜烧烤 你不是天天吃啊 这位同学 你就上纲上线了 这位同学 你就上纲上线了 你要知道 你可能是原来七天里面吃个五天 你现在呢 可能是一个月里面吃一天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不是说 就是说 不是说你天天去吃 你可能今天吃了一天 你可能隔了一个月 你再去吃一次 它的消费降级 不一定是说 你现在 你现在吃东西那个了 而是你的消费变少了 明白吗 明白吗 好喝喝水啊 看来大家对于这个内卷还是挺那个的 挺喜欢的 因为对于大家来说 我觉得真的是起民心的作用 很多行业你现在碰都不能碰 一碰必死 千万不能碰 千万不能碰 好 内卷第 我们说了第几名了 第八名 内卷第八名 乘用车和客车 内卷度 百分之五十 内卷度 百分之五十 先说一下 这里面内卷最高的还是客车 客车呢 大家知道 现在动不动封城 你还敢出去旅游啊 你肯定不会出去旅游 对不对 你不会出去旅游 你的客车是干嘛的 就是带你出去到处跑的 你现在不出去旅游 你客车怎么赚钱呢 那当然客车就不行了 好 我再说一下乘用车 那么乘用车呢 说一下 有朋友说私家车变多了 私家车这几年确实变多了 这第一 为什么私家车变多了 我说一下逻辑啊 我喜欢说逻辑 为什么喜欢说逻辑 因为你只要听懂逻辑 你自己就会分析 如果我把结果只是单纯的告诉你 你听完了啊 知道一个结论 后面再看到一个这样的新闻 一脸懵逼 这代表了什么玩意儿呢 不知道 你还要再来问金灵老师 说不定到时候金灵老师不在了 对不对 你就没人问了 那么其他老师肯定不能给你解答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来说呢 你要自己学会怎么去思考 好 首先说一下 这个乘用车里面就是小小汽车 小汽车有两种消费 第一种是什么呢 个人 第二种是什么呢 第二种是像类似像滴滴出行这种 滴滴出行这种 先说一下个人 个人是上涨的 为什么个人是上涨的 因为经常会封城 经常会落 所以来说呢 很多人怕自己感染疫情 或者是说出一些这种问题 所以他会卖一个私家车 然后进行什么 就不再去搭乘一些公共交通了 所以在2020年的疫情结束以后 中国的小轿车是在每年增长的 跟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你想办一家4S店 这个事情能不能考虑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这里说清楚 好 这里头再说一下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呢 我们称之为叫滴滴出行 这种私家车的运用 那么私家车的运用呢 这里头说一下 私家车的运用是下跌的 那么大家能不能按照我刚才逻辑 能分析一下 就是私家车类似像滴滴这种出行 它为什么在下跌 咱们先说一下 就是为什么它会下跌 不懂哦 疫情 你要是说疫情 那没问题啊 因为这个大的一个还是一个疫情 平台多了 平台多了 但是还是这么多车呀 老刘 老刘是什么意思 好 这里头稍微说一下 就是私家车作为这个滴滴使用的 首先 私家车变多了 它就导致什么呢 很多私家车就涌入了滴滴市场 所以导致什么 滴滴市场的私家车 就是这种接单的车子就变多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其实现在在所有的大城市 包括在深圳 所有的大城市 所有的居住人口 全部是在下降的 你们知道吗 所有的居住人口都是在下降的 我说一下 我前段时间 我不是请了天假吗 那天不是让我们王洪老师帮你们带了节课吗 我当时是去回武汉去办一个证明 我当时去回武汉办一个证明 我在武汉 我本身武汉的嘛 很多人听出我的口音了 我当时去武汉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路上 我的天了 都没几个人在走路了 门面全部关了 门面全部关了 所以来说呢 我可以这样说 在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面 很多的一些 务龙的一些 就务工的一些这些人员 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农民工的这种低端的 我不能说叫他低端吧 但是他做的这个工作呢 就相当于是卖力气这种人 确实在很多的一些大城市 消失了 你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 包括在深圳 你如果 当然我说的是一个省会城市啊 你比如说你搞个四线城市 咱们这对比 可能在四线城市 这农民工还反而变多了 为什么呢 他们返乡了 他们不想再回到深圳了 他不想再回到武汉了 不想再回到北京了 为什么呢 一 工厂的机会变少了 我刚才说了 很多的工厂倒闭了 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他怎么样 他也没有机会 能够找到工作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工厂的工资变低了 泪卷嘛 我刚才说过一句话 泪卷嘛 所以工厂里面 这个工厂的工资非常低 工厂工资非常低 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现在来来深圳的农民工 他赚不得钱 你要知道 深圳来深圳的这些农民工 他是为了什么 他的孩子 他没有接到深圳来 他的老婆 他没有接到深圳来 他来深圳的主要目的就是什么 我到工厂里面 我能赚到钱 我每个月能把我自己的生活费能够救了 救了的情况下 我还能够怎么样 我还能够寄一笔钱回到村子里面 让我的孩子能够读更好的学校 让我的老婆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是他的初衷 但是他发现 现在他来到深圳以后 他的工资已经不能承担他的个人的 能够涨下钱的收入了 也就是说他在深圳打拼了一连 他发现我都没占到钱 那我来深圳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来说他就不来了 他就不来了 第三 还有就是什么 现在大城市动不动就疫情的原因 大家都懂的 疫情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你来了深圳以后好吓人了 你比如说 你这个地方突然一下子疯了 怎么办 疯了你就在家里 你这房租你要给呀 对吧 工厂不会给的一分钱 但是你要交的房租你要给呀 说不定你还会亏钱 你比如说到最后 我到这个工 到这个深圳来了以后 打个比方 不说我 我只是打个比方 正好碰到疫情 然后呢 我没赚到钱 最后我还亏了一笔钱 所以怎么办 我就不来了呗 不来了以后就导致什么问题啊 就导致这些大城市里面 怎么样 这些私家车就变得多了 而乘客变少了 乘客变少了以后 就结果就什么 滴滴出行的这些车子 不好做了 同志们 滴滴出行的 已经不好做了 卷王嘛 第八名 好了 先讲到这里吧 我们十点半了 好吧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不能再讲了 再讲我们 你要讲到十一点多吗 讲下第一名 别讲了第一名了 咱们先进 后面再慢慢讲吧 这个周四再讲吧 说了吓一跳 搞到十一点 你要把我搞死吗 这位同学 你要想这样搞到十一点 下一个 老师可以把大毛敏感问题 私下告诉我吗 我怕你录音 哥哥 你要录音了 我就消失了吗 所以我不能说 你要面对面 然后我可以跟你聊一下 你要那个 我不能跟你讲 决战到天亮吧 你以为是斗地主啊 这位同学 再讲两个 别讲了 这现在已经很晚了 现在已经十点二十四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话题 我们以后就专门讲这种话题 好吗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讲一些猎奇话题 我就专门给大家讲猎奇的话题 好吗 好 下节课继续 下次去总部当面聊 可以啊 可以 可以当面过来听我唠叨一下 我觉得很多人被我给luck了 就是 我不说多的 我周围的一些朋友 我不能说我帮他赚钱 我后面会给大家谈一个东西 就P2P P2P 我之前我曾经就说过 他利润在7.7%以上 大家知道P2P最疯狂的时候 百分之十几的这个利润都有 我当时说 我说制造业 中国的制造业 利润也就是3.2%到1.5%之间 你P2P能够 能够给你8%的利润 你是整 这个P2P 它到底是哪来的这个笔钱 我当时就说了 P2P一定会像鸡骨床花一样 最后爆掉 我那个朋友不信 因为利润 因为这个利息确实非常高 他就跑去买了 然后2018年 大家知道这个结果 现在我就不用多说了 我会在下一期肯定没机会了 在11之后 我专门给大家讲一下 P2P金融爆雷的风险 好吗 讲讲这个 我好多朋友被骗 那你让他过来听一下 今天老师的课 对不对 所以来说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首先就是很多东西 咱们学A1 不耽误 学A1不耽误 包括学CD 如果我要是那个的话 也可以给大家教 也不耽误 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 这个东西可能更重要 因为你A1也好 PR也好 你不一定 我不能说你绝对 你不一定能 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或者能够做了兼职 因为毕竟它是属于一个技术性的活 技术性的活 你没有练个半载 一连半载 你很难去接活 这个我实话是说 就像你做厨师 你不要以为 我现在去厨师学校 去学了一段时间 我就可以到餐馆里面去了 你做梦 你先到餐馆里面 去单盘子洗碗 你想做厨师 没你的机会 那么我现在交给大家的东西 大家只要从逻辑上 只要贯通了 你可以很多举一反三 在社会上很多事情 你可以举一反三 比如说你再碰到一个这种事情 他跟你说 我们这里保证利润 可以达到10% 你就想一下 今天老师曾经跟你什么说过 P2P是怎么爆雷的 你可以把它带到你这个生活中 你可以想一下 这绝对是个骗子 你就不用在那 直接拉黑 不用想了 好吗 直接拉黑 你看到没有 我说了 不一定会让你赚钱 但是至少让你这一笔 不会亏钱 知道吗 因为像这种情况 中国像这种坑太多太多了 为什么中国这种 我经常会挂上一个中国这个词 为什么我会 我不是说对中国有一些反感 或者一些偏见 我要说一下 这是因为在中国 很多的法律不健全 法律不健全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缺失监管 什么叫缺失监管 你比如说P2P 这个事情 你说本身在英国 他搬得挺好 他为什么到了中国就不行了 他因为缺失监管 没有监管的情况下 那些人拿了手上 拿了这么多钱 我的天了 还不赶紧跑路 我给你搞什么 8%的收益 我到哪去给你搞 我直接跑路算了 他就直接跑路了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国家要是提前能够进行监管 你觉得那些人有机会能够跑路吗 你现在随便说句话都可能被监控 你想想 他们拿着几个亿的钱 几百个亿的钱 他们能跑路吗 根本不可能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完全没监管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我不说了 所以你要 既然国家不做这个事情 你自己该不该做这个事情 我问你 你是不是自己要该做这个事情 你在投资之前 你自己是不是要想清楚 这个钱到底收不收得回来 懂了吗 这个东西我说的已经非常透了 有些话没说 但是我相信我把这个话已经说得非常透了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有些人听懂的听懂 那听不懂的我就 我也不能再说了 有些话确实非常敏感 我不能再说了 好吧 举头三尺游声明 这个已经不是当年的时代了 好吧 好吧 那么我们今天课就在这里 给我点赞好评 好吗 同学们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此结束 大家可以在周四的时候早点来 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下新的一些话题 好吗 好 今天我们的课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